新生結 打一聲共乘機車 查撞忽然不幸雙亡 這就是監視器所拍到 兩名年輕學生的最後身影 石建大學高雄內門校區的 兩名男大生 前天凌晨從市區返校 經過一個彎道時 卻不知為何查撞忽然 兩人擋場噴飛摔落地面 機車則滑到路邊忽然旁 救護人員火爆後 趕到現場並將他們緊急送醫 卻還是傷重不治 事後回到案發當地 可以看到現場留有大量血跡 相當觸目驚心 警方表示兩人沒有酒駕 機車也無其他碰撞痕跡 車可完整 是沒有拍到事發的經過 只有拍到事發前 兩名學生騎車經過的畫面 校方指出 同是大一新生的兩人為室友 推測是去市區吃宵夜 同學則表示 可能是由18歲五姓學生 在21歲香港喬生 不過真正事發過程及原因 還要由警方調查 他們也是希望說警方是不是可以 盡快還原真相 引起那個事實 董新聞綜合報導